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武汉市公共交通全部停运 居民在家隔离 一些慢性病患者的日常用药成了问题 2月13号 中兴社记者在武汉市武昌区 东湖淋雨小区采访时了解到 居民熊先生的父亲应癫痫服药20多年 为了给父亲寻药 一家人已经忙碌了半个多月 眼瞅着父亲的药即将吃完 这让一家人心急不已 如果拿不到药的话 说实话的话 我们恐怕实在没办法 可能会冒风险 去武汉市整个药房和医院来进行巡访 看尽量能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风险对我们家庭来说的确很大 因为我们要按武汉过年习惯 现在双方脑人还有孩子 7个人全部在家里 出去如果有人感染的风险 后面是不可想象的 此前熊先生一直带着父亲 在武汉中南医院治疗开药 每个月去一次 由于是处方药 医生每次只会开足够一个月用量的药 但2月初 他给中南医院打电话询问后得知 中南医院正全力救治新冠肺炎病人 普通门诊没有医生职守 更开不了处方药 我们家情况可能比较特殊一点 因为他那个处方药是进口 是那种进口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当时我们去买的时候 因为我父亲平时在看的时候 也只有中南医院和几个大医院才有 普通医院都基本上是没有这个药的 熊先生说 之前他尝试过多个网上平台找药 但由于物流原因 网购药品的药店根本无法发货 有的可以发货 但不确定武汉何时才能收到 2月11号 他在京东健康发起的面向湖北地区 设立慢性病患者断药求助登记平台上 登记了父亲的病情和用药需求 第二天上午就接到了客服的电话 对方详细了解了熊先生父亲的病情 并调度湖北当地药房和配送资源 于2月13号为他的父亲送上了急需的癫痫药品 你好 今天快点了 是熊先生是吧 是你的药品到了 好 谢谢 谢谢 这边是要付款的 好 我是微信还是收吧 都可以 微信吧 好 通过我们京东大亚房那个平台 下单提供一个需求 就是通过我们这边来给客户 解决这个买药的问题 困难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是我们这边 公司这边安排 安排我们这边就说通过这样一个客户需求 就是急需 我们就立马就配合去安排这个工作去执行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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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